洛杉磯市長在英國染疫已完全接種疫苗 加州洛杉磯市長賈希迪辦公室週三表示 賈希迪在參加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感染中共病毒 目前在格拉斯哥的酒店那裡隔離 50歲的賈希迪也曾完全接種疫苗 屬於突破性感染 南韓啟動與病毒共存 病例上升意料中 南韓本週啟動與病毒共存第一階段 放寬防疫限制 過去24小時新增2667例確診 是一個多月以來的新高 南韓防疫中心表示 目前建議但不強制10到19歲人群接種疫苗 南韓近90%的成年人已完全接種疫苗 最近幾週開始為12到17歲青少年接種 但目前接種率只有0.6% 當局計劃本月22日學校全面開放 荷蘭重啟口罩令 擴大實施疫苗護照 荷蘭過去一週疫情達到7個月以來新高 週二新增7727例確診 18人死亡 首相呂特宣布 週六期重新實施口罩令 疫苗護照也將擴大到博物館 健身房等公共場所 目前荷蘭有67.6%的人口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民眾多次上街抗議當局實施疫苗護照等限制措施 新唐人記者李梅 名譽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李梅 名譽維 新唐人記者李梅 名譽維